養生到入門的時候 真空管擴大機跟這個晶體的這種擴大機 那你要怎麼樣做選擇 說一句比較俏比的話 以小孩子的觀點說傻瓜才做選擇 它兩者通通要 這個也是一個選擇的方式 如果說你有另外一個第二個空間 或者是說你也要體驗不同的顏色的話 那我覺得兩者對一個養生器系統來講的話 都是一個非常棒的選擇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的音響YouTube頻道 我是一生 其實呢很多人在私底下有在討論 真空管擴大機跟這個晶體的這種擴大機 整個音色上跟整個耐用度 跟使用壽面上到底有什麼樣的差別 那有些人可能對於這個真空管的聲音 或者是說還沒有使用過真空管機的人 對真空管有非常明顯的好感 但是呢可能對真空管有一些傳聞啊 包括可能不是那麼耐用啊 或者是說它的聲音的品質 可能跟晶體有一些不同的感覺 那當然老一輩的朋友 都很懷念這些真空管製造的這些音色 非常喜歡那個真空管溫暖的聲音 由於晶體機呢發展的越來越好 整個聲音的完整度的部分 甚至呢有一些解析度的部分 都已經大幅的超越這個真空管擴大機 今天我們就跟大家來聊聊 就是到底真空管機跟我們這種晶體機 它兩者之間的音色差別在哪邊 還有在整個使用上面的一些啊 你要知道的這些維護啊 或者是這些單價跟成本的部分 今天就針對這樣的主題分享給大家 那首先呢 先跟大家講就是大家最關心的一點 就是它的音質的特色 真空管擴大機它本身呢 結構上哦 所使用的方式 電路也好 或者是說整個架構 最主要是透過變壓器的輸出 然後來傳送到我們的喇叭 所以在整體內部的放大電路來講的話 真空管它佔用的零件佔的體積 所以你可以常常看到這個真空管的外觀 都會有大大的管子 有大有小 那小的管子就比較容易區別 就是它是針對這個小訊號 或是整流的部分 後面那個大大的管子 就是它的放大管 那有一些有四顆 那有一些有兩顆 也有八顆 那前端的這個訊號管跟整流管 有一些設計有兩顆 也有四顆 甚至有五顆 當然就是根據電路的類別 去做一個個別廠家的一個 線路的設計的方式 或者是它採用是單端啊 還是推完啊 這種不同的管子的設計 的線路都會不一樣 所以整體來講 音色 它是屬於比較溫暖 溫潤 而且聲音的厚實感 飽滿度非常的好 這個是 大家一直靜靜樂道 一聽到這個音響 就會聯想到真空管 也的確 它能夠產生出這些 音樂聲音的特性 對比起來 金體擴大機 它的聲音是變得比較清晰 聽過真空管的人 反觀回來會覺得說 金體的聲音比較冷 但是就電子學的原理來講的話 金體設計它是比較準的 在整個聲音的清晰度 跟背景的安靜度 是更為安靜的 那真空管因為它有這樣的一個特性 所以它在整個聲音的溫暖度提升之後 對比起來 它的音色上會比較順耳 比較不刮耳朵 那金體機就會比較容易產生這樣的一個狀況 因為它的輸出比較準確 整個條件上會稍微比較嚴苛一點 在整個聲音的清澈度跟乾淨度跟解析力的部分 飽滿度跟紮實感 對比起來就有一點不太香 所以這是真空管它在音色的部分 當然金體現在也都能夠做到 這樣子的一個類別 尤其是比較會好奇的 像是A類的部分 A類它就可以做到像是類似像真空管 或是單端的這種聲音的概念 溫暖也飽滿 然後又清晰的這些特性 當然這是一個發展的過程 對比起來要講就是說 其實金體機它的range的差別很大 那真空管的話它也是如此 所以相對來講 明顯比較起來 它的聲音特性會很明顯 金體機如果說你要做到溫暖的話 可能就是在整個級別的提高 不過近年來也有類似像 我們之前跟大家開箱 像MF5的這個A1 這個小型的這個A類的 那這個算是復刻的 當年呢 他們開發這個就是 大家對於真空管的聲音的一種懷念 所以才會開發出這種 很耗電的一種 成A類的電路 聽起來讓它很像是真空管的一個聲音 最主要的第二個點就是 所謂的斜坡失聲 中文管它有比較多的這個 偶刺斜坡的失聲 那這些失聲反而會對音樂呢 帶來一個正面的這個改變 這個改變呢 是讓我們這個整個聲音聽起來是 比較舒服 甚至比較不刮耳朵 當然電晶體它的設計 就會比較多的這個機翅斜坡 反而機翅斜坡這個失聲呢 是對整個聲音的部分沒有辦法 像是偶刺斜坡它有佔的這樣一個優勢 所以這個是在整個電路學上面 它一個特性喔 整體來講 晶體就會有讓人感覺到 它有一點數位化 如果說它設計的不是很完整 或是它採用的零件 或是它的零件用的不是很好的時候 就會比較容易產生這樣一個問題 因此呢 真空管要步入到晶體的那個階段期間 其實大家對晶體機有一段時間 是比較沒有辦法接受 那也是導致說 這麼多年來 真空管機一直 還是有一些始終的鐵粉 那當然 這樣長期的發展過程當中 晶體機也不斷的進步 不斷的發展 包括它所採用的這個放大的元件 包括電阻電容 還有這些電晶體也好 這個是一個過程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就可以發覺到說 整個它發展的一個軌跡會很清楚 那緊接的是在動態跟站態 還有它瞬間的反應的部分 那真空管由於它的零件的關係 跟它整個電路的原理 還有整個設計 所以在整個音樂性來講的話 大家在聽這個古典樂 或是比較這些慢的抒情流行歌曲的時候 那這些歌曲在真空管機 它會占了比較大的優勢 在整體的動態跟順態的部分 這些很強的Punch 低音、節奏、搖滾 像電Bass也好 或是大型的這種爵士套鼓 或者是打擊樂器之類的這些樂器 會考驗破拉機 它本身瞬間的這個驅動能力 往往因為真空管機 它能夠做的這個瓦數 大部分都會比較限縮在大概100瓦以內 不是說真空管機不能做大瓦數也可以 但相對耗費的電路 跟它所採用的零件成本 考量會更高 相對來講 在同樣的體積的範圍之下 電晶體它的效率就非常好 它可能在同樣的體積這樣的範圍裡面 就可以做到100瓦、200瓦 可是真空管有些比較單端的 甚至只能做到8瓦、10瓦 那當然這是看管子採用的類別 放大管如果是用到 EL34、KT60、KT88 像我們這個QUALITON 它這個採用是KT120 它也可以支援到KT150 那也就是說它的放大的電流會比較大 相對來講它的輸出的瓦數就可以到達100瓦 這是用推廣的方式去做的 那有一些單端它可能就只能夠做到 8瓦、15瓦左右這樣 相對來講電晶體因為它是採用並連的方式 所以它可以把這個多顆的電晶體把它並連起來 達到一個更大的驅動電流 還有就是因為特性的關係 它的阻尼係數也好 或者說它的站態跟瞬間的驅動電流比較好 所以它能夠應付這些瞬間進來的音樂 能夠得到比較好的一個動態範圍跟站態反應 那緊接著在整個頻寬的表現 所謂頻寬的部分就是頻率響應的部分 從最低頻到最高頻的表現 理論上晶體式的這個擴大機 它的整體規格來講 還是會優於這個深空管的擴大機 在瓦數也好 在整體的頻率響應的頻寬的部分 如果說你要應付那種很難推動的這個喇叭 那現在因為喇叭它的設計越來越好 所以它裡面的分音器也好 或是說它喇叭的單體數一旦多的時候 真空管機你要做到大瓦數的話 它的成本跟它選用的零件 還有它的放大管就要變多 在整個便利性上面跟功耗上面 真空管它的功耗會更大 因為它要透過一個加熱的過程 然後讓電池通過 所以整體來講 它的運作起來的溫度就會比較高 還有就是它零件的耐壓的電壓也要比較高 因為有一些真空管它需要的電壓 輔特數會更高 在整個聲音的頻寬的部分 晶體比較高 那整個聽感上 高頻的這個滑順度的部分 你可以明顯的聽得出來 就是真空管它的滑順度是很不錯的 但在整個頻寬 極高頻跟極低頻的這兩端的部分 這個時候晶體機它有一些優勢 包括它低頻的這個順態跟站態反應 跟低頻的結實感控制力 因為瓦數大佔盡的這樣優勢 所以它對喇叭的控制力就會變得比較強 所以頻寬的部分 我們就可以透過音樂來去辨識到說 我們的擴大機的特性的部分 那在整個音樂的偏好度的部分 如果說你只是聽聽這些小品音樂的話 偏好這種舒服順耳耐耳耐聽的這些音樂 小品的這些 中管機它的溫暖度滑順度 以及整個聲音的這個柔軟度 是比這個一般同價格帶的這個電競體還要好 對於一個騷友來講 他們通常都會有兩套系統 我有一個朋友 他大概過幾年就跟我買一對喇叭 買一對喇叭 他就是因為他家裡有真空管的擴大機 也有一般的晶體機 當然就是他放置在兩個 一個是放在書房 一個是放在他的客廳 他的休息的空間的話 他就會喜歡用真空管 那在他的靈聽室 他就會用上一套比較好的晶體機 來去驅動他比較發燒頂級的喇叭 如果說一套系統 他沒有辦法全面性的包含 把所有音樂的內容都包容進來 那也只有用這樣的拆分 你就能夠得到你所需要的聲音跟特色 這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所以真空管的音色其實還是多多少少是取決於個人喜歡的跟偏好的部分 那緊接著就是在整個耐用度的部分 過去真空管在輝煌的時期 真空管它的廠都還有在持續在生產 不過呢近年來也有一些廠 在復刻一些經典的這些管子 因為真空管是屬於比較過去的這些老零件 比較舊的零件 那所以有一些廠呢 需求越來越少 所以也是陸續的關掉 因此呢在整個真空管的零件的部分 它的取得也會越來越少 除了耐用度的問題以外 還有就是真空管它會有這個壽命的問題 那這個壽命比較直白講 可以想像就像我們家中的燈管一樣 它會有光摔的問題 也就是說你用幾個小時之後 它就開始慢慢進入這個摔退 在這個慢慢的摔退的過程當中 聲音就開始產生一個慢慢的變化 但原廠都會建議一個時間點 大概是多少的時間點之後 你的真空管就要換了 所以那個聽起來 它的整個聲音的亮度跟光澤就會有所落差 那當然這個部分也是會牽涉到管子 它本身的設計跟品牌 它的耐用度也會不一樣 那相對來講晶體就比較簡單 它的整個壽命上一定是遠遠的超過這個真空管 那在整個耐用度上也會跟真空管 會有很大的一個落差 那最後我們來做一個總結 那我剛剛針對了整個真空管的聲音的特色 跟晶體之間的差別 還有它的使用成本 做一個大方向的分析結果 針對一開始想要進入這個Hi-Fi 或Hi-end兩聲道的人 提供這樣一個面向給大家來做選擇 如果說你還是喜歡這種真空管的音色的話 畢竟真空管有些人把它列為是一個收藏品 大部分都會用晶體的方式開始來購入 因為晶體的成本跟壽命會比較長 在長期使用下來的話 它還是會比這個真空管還要節省 一開始接觸兩聲道的用家 然後使用這個真空管的人 他們通常在後面要面臨到這些管子的維修的麻煩值之後 慢慢的投向這個電晶體 所以認真講的是沒有什麼對跟不對 以上我剛剛提的這些包括聲音的這些特性也好 或是它的維護成本的部分 跟整個它的需要長期的持有成本 做一個簡單的分析之後 相信大家應該都很清楚要怎麼樣去做選擇了 那今天影片就提供給大家來做參考囉 謝謝大家觀賞 如果你也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歡迎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們下次見掰掰